大家好我是K.ToF 那今次就是第二期跟G.Q.Channel 合作这个时装就的计划 第一次的时候我是非常的紧张 那今次我比较没有那么紧张 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比较放松 有一方面 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跟上一次一样 就是团队精致 比方说昨天我们刚试了那个makeup跟hair hair就是像自己同一个发型师 当初我是想要去用亮片 当莫德穿上我的硬化衣服 然后跳上那个有亮片的发型 我觉得好像去party我就好像接受不了 那就再跟他聊一聊 最后就发现简单就是最美的 这次我一共cast了大概180个男孩 有一点是比较意外 就是反而莫德会带给我一些灵感 他们inspire我用更多不同的方向去看我的collection 有一点就是高于我的期望 我觉得莫德穿起来就非常好看 因为毕竟是衣服 当他放在没有人穿的地方就觉得没有生命 但是他穿起来就赋予我的衣服就一种生命力 穿起来特别不同意 我对这期的collection是很有信心的 我终于来到这个现场了 这是第二次我跟GQChina合作的那个show 那我现在其实感觉很兴奋 因为我蛮期待这个show 因为我觉得这次的衣服就非常好看 你们要注意哦 我们很感兴奋 我们很感兴奋 跟CAKEWALK这次游戏 他很感兴奋 他做得很容易 他做得很容易的 這就是我第一次工作人員 我找他很興奮 我第一次工作人員 我第一次工作人員 在創作的製作 我非常感興奮 他的造型 他的風景 他的風景 所以我決定要用光臨 當他看見他,他就說,哇,讓他做了,讓他去瘋狂 當我第一次穿了他的衣服,他讓我走 他感覺到最強烈的衣服,因為他的衣服感覺很滑 他來自身的衣服,他來自身的衣服 他來自身的衣服,他來自身的衣服 他很可愛,很可愛,很可愛 很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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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帥 這期的collection的靈感是來自於外太空的空間理論 還有外星人在地球的長生基礎 我除了用了我很擅長的櫻花,還有加了很多新的元素 比方說是衣服的cutting 畢竟是關於外太空,我會用很多線條去表現 可能是在剪裁方面,很多線條上的切記 另外一些特點就是我會用fabric的combination 我會用不同的塑料去做一些,比方說是褲子,然後是Tops 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比較特別就是我用了一些3D的print 非常有興趣 我覺得他很能夠做到的做到就是他的電子圖片 以及用的非常有趣的繪製 很多的這個技術已經是非常有趣的 他的個人風格表達非常強烈 这次呢他就做的更加实验性一些 对我来说就是很伦敦 在伦敦这一派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风格 There were some crazy moments in the show which is all for the spectacle but when you look down at some of the shapes in the suiting shapes in particular I think that there were some very interesting styles there 在一个全概念的表达上我觉得非常有趣 包括那些shape 包括那些print 我觉得他在print的一些技术上 包括一些理念上有更大的一个更新 我还蛮惊讶于他的一些能量表达力 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像一个外表很文弱的一个男生 但其实内心是非常hardcore 谢谢大家 être带来了 你做到了 很棒 我自己在这个地方 去真的是同时 她就能展示在 »LONDON COLLECTIONS MEN》 非常棒的表演 非常有很美 非常非常有的 非常大 真的 謝謝 真的要很感謝GQChina 贊助了這次的節目 我真的覺得很興奮 我真的不太想想想 你懂嗎 我們很羨慕 我們在GQ是 我們在看著發展的技術 發展的中文化 所以這就是很重要的 我們很期待 我們很期待今天可以表演Key的演出 謝謝你 真的要很感謝GQ產的給我這一次的機會 讓我能夠有這個第二次機會 踏進倫敦這個時裝週 那我覺得這一次我跟他們的關係也比較大 他們也很信任我去讓我做我喜歡的鞋子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兩方面也會要會想的配合 然後會想幸運才有這麼精彩的一個秀 其實對我來說這個機會真的很難得 因為我知道中國其實有很多很多很棒designer 很好的designer他們也做得很好的鞋子 然後我就覺得我自己是特別特別的幸運的一個人 這次機會我特別的真實 是讓我更加的去可以享受鞋子 去看清楚Fashion Design還有Fashion Show是什麼一個回事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讓我去更加的享受這張鞋子 然後其實來到第二次了 學到的除了是處理design方面 還有處理show以外的東西 比方說是音樂啊 化妝 還有髮型 之外我覺得是 做人方面也是帶給我很多的感受 然後因為畢竟去辦一個收拾員 家人的責任感是很大的 你又處理很多東西 你又一定要處理得很好 然後就學了怎麼處理這些壓力 然後怎麼將這些壓力轉化回那個正能量這樣子 我們看得出了 枝永恒 枝永恒 好